深交所对金字火腿下发关注函 是否炒作股价配合实控人及高管减持 资金链断裂 微薄英语爆发关门潮 学员被坑 员工被离职 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我国多地 新疆哈密营暴雪 百余车辆滞留 新豆减产价走低 部分农户吸售 行情难测 贸易商积极囤货 多项指标达世界先进水平 03空降战车填补我军 空降重装备空白 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风险 韩国考虑禁止液体电子烟 津巴布围汉勤严重 国家公园饿死55头大象 20点32分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23号星期三 晚上好 我是马洪涛 大家晚上好 我是谢盈盈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财经头条 为了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国家发改委司法部等部门起草形成了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这个条例呢 于今天公布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呢 是正式的实施 那么在今天呢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相关的负责人表示 该条例的出台填补了我国在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立法空白 条例明确 今年年底前在全国将企业开办时间 压制5个工作日以内 办理用电业务的平均时间的压制 45个工作日以内 将重点破除市场主体反应多的 纳税获得现代等方面的 毒点痛点 宁吉哲表示 制定出台条例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持续深化改革 巩固改革成果 同时条例还有很多社会关注的热点 比如开展清理整顿等活动中 对要求市场主体普遍停业停产的措施 做出了严格的限定 执法一刀切呢 是企业反映强烈的痛点问题 有的地方呢 监管中啊 平时不闻不问 执法不利 到了清理整顿 专项整治 督查 督导 年终考核的时候 临时抱扶脚 采取一些敷衍应付 简单粗暴的处理措施 包括不给需要达标整改的企业 流出合理的过渡期 这就会给企业 给市场主体造成这个损失 条例就专设一条啊 对吧 除特定情况外 不得要求市场主体普遍停产停业 这有利于啊 以法制化的手段来纠正了上述问题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修订2019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同时进一步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申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最近金字火腿在A股人造肉概念板块是颇受关注 那么在今天上午金字火腿收到了深交所的关注函 深交所是要求这个公司要说明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 以配合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懂兼高减持的情形 深交所为何盯上了这只近期非常风投强劲的概念股呢 来看一下 金字火腿昨日晚间公告 公司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你减持不超5%股权 公司董事王启辉 监视夏凡林 你分别减持公司不超过0.0786% 0.0419% 从股价走势上看 进入10月以来 金字火腿一度出现连续涨停并剧烈震荡 截至昨天收盘 金字火腿在10月的涨幅达到39.05% 业内人士表示 根据报道 金字火腿实控人对公司有一个多亿的欠款 因为股权转让产生 最后的还款期限是今年年底 另外 金字火腿的股票质押率也比较高 而人造肉的项目会面临三个问题 一个是口碑 另外一个是成本和价格 还有一个是市场的接受度 我想金字火腿的人造肉的销量 从目前来看不可能太大 因为前期进行人造肉生产 那么产生的一些固定资产投入 产生的研发费用 所以说在财务数字来看 人造肉项目很难为它提供真正的利润 从目前来看 我想它的概念作用远远大于 对它的业绩的一个真实的提升 我台近日刚刚报道了 四川遂宁舍宏县一家民营医院 伪造 变造 买卖 出生 医学证明 那么这个新闻也是引发了 公众的广泛关注 很迅速的是 节目播出之后 舍宏县公安局就是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先后抓捕了全部六名涉案人员 并对涉案的台账 资金账户 医保局涉及该院报障资料 予以了查封提取 目前医院已经是停业整顿 初步生产的情况就是 最令下代 妇女和同医院的扶植人亲孟 和两位主治医师 这个孙孟 养孟 一些主医 等孟 一起为了谋取不当利益 采取了这个虚找 未找 病例的心事 出去了这个虚假的 出生医学证明 谁向这个微找 扁找 慢慢回到机关公文罪 记者在穗宁舍宏县看到 涉案医院已经停业 住院病人已全部转到公立医院治疗 据当地调查组介绍 医院于2015年5月成立 并获得出生医学证明签发资格 2017年以来 医院共领取出生医学证明348份 已使用343份 按照国家卫健委公安部的联合要求 出生医学证明的真伪鉴定工作 由申请鉴定的户口登记机关 所在的县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或其委托机构统一受理和反馈 然而遂宁舍宏县卫生健康局 只是在流程上进行了监管 没有对事情的真伪 真正做很好的监管 我们现在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叫黑市在343个人中 那么哪些是真的是住老院的 分老面的 哪些是属于虚假的信息 来骗去出生医学证明的 目前 涉洪县卫生健康局等单位 部门的责任人员正在接受调查 国家卫健委和四川省卫健委的工作组 已到达涉洪开展相关工作 此外 涉洪县纪委监委也已介入 涉洪县公安局将对案件进一步深挖 并配合涉洪县纪委监委开展工作 除了四川涉洪县的河北捉路县中医院 也被报通过伪造病例以及登记表 对外出售出生医学证明获取利益 初步的调查表明 桌陆县中医院有14份出生医学证明 疑似虚假 分别被销售到了山东 甘肃 山西 河南等9省市 联合调查组已经吩咐各地开展查证工作 已经核实提取四份伪造的 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10月22号 当地有关部门对桌陆县中医院 行政处罚并立案调查 这家医院负责出生医学证明 陆入工作的信息员郭某 已经被刑事拘留 好 再来看下面这条消息 第十届中国青年创业奖 今天揭晓了 共有32名获奖者 这一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 至今已经是连续开展10届 表彰了137名优秀的青年创业者 今年的获奖者中 有研发商业火箭柔性材料的 也有专注于人工智能云计算的 其中丁兆等20人 获得中国青年创业奖 小索顿等6人 获得脱贫攻坚特别奖 于军飞等6人 获得促进就业特别奖 中国青年创业奖 由共青团中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联合设立 主要表彰创业事迹突出 为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的青年创业者 近日拥有20多年历史的 老牌的英语培训机构 微博英语在北京 成都 上海等地的门店 是相继被爆出 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关门停业 受其影响的学员 达到了数十万人 设计金额也是过亿元 我们今天看到了 微博英语的创始人高卫宇 是日前发表致员工信 回应了微博英语的倒闭风波 称因为融资不顺 而导致了资金链的断裂 此后微博英语在深圳的门店 也是相继地关门停业了 具体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记者待会的调查 我现在位置是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 这里是微博英语位于深圳的总部 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目前该门店的大门是紧闭的状态 而且我们在现场并没有看到 任何的工作人员 只有一些学员在这个前台的开放区域 进行等待 那么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情况 记者在华强北门店 看到一名正准备来上课的中学生 陆雨昕 毫不知情地他在现场显得有点恶然 他告诉记者 他9月2号才刚刚交的钱 目前只上了三节课 就在上周微博的助教老师 还给他发课程表约时间 让他过来上课 上周我是收到通知 然后今天下午4点钟来这里上课 然后我从天梯出来的那一刻 然后推门 然后就感觉门锁住了 然后就特别懵 然后收到信息就说 这里倒闭了 然后当时是交了504900 随后记者走访了深圳的多家门店 都已经倒闭关门 部分门店门口贴着通知 针对不想继续上课的学员 深圳门店提出解决措施 称可将线下课程转为线上课程 对接其他学校继续学习 或者安排结束课程等 我完全不知情 那昨天我过来的时候 这边就已经关门了 没有一个人 后来我看到门口 有一些人过来收资料 大家才跟我说是倒闭 我才知道这个情况 微博英语创立于1998年 在全国已有150多个门店 这样一家规模庞大的企业 一个月前传出破产的消息 10月12日凌晨 微博英语创始人高维宇 通过企业微信 发布公开信回应风波 承认由于经营失败 资金链断裂导致了目前的局面 原本既定的融资计划 随着微博英语板块业界的持续恶化 而被推迟 反正后面这几个业都不太正常 然后这个业的话 5号就应该是要交足了 一直没交 随着微博英语创始人高卫宇的发声 这个培训机构关门倒闭的传言 也是逐步地变成现实 那么数千名被拖欠薪水的员工 以及近百万名学员应该如何安置 就成为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 周女士是身着微博英语 南山分店的财务人员 今年8月底刚刚入职 从入职到公司宣布倒闭 她至今没有收到任何薪资 周女士告诉记者 在她入职后的一个月左右 总部就要求把所有学员合同打包 全部寄往总部 当时觉得很奇怪 当时她给的理由是系统升级 以后可能是直接签电子档的合同 然后我们当时就把所有的合同整理了 发放到总部 你有合同才能证明 你跟我们微博之间的关系 但是她把所有的合同带走以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学员 让周女士愤慨不已的是 8月份公司资金断裂 员工都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 还搞了多次促销活动招书学员 给销售人员发放额外奖励 激发员工的销售热情 另外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外教老师 James也向记者表示了无奈 在微博英语工作7年的他 除了被微博英语拖欠工资之外 还被扣押着自己的护照 让他不得不在该岗位上 继续帮学生免费上课 9月开始我们没收到工资 10月10号发现这个公司有问题 但是他们没告诉我们外教 我觉得我们都被骗了 10月11号他们发个信息给我们看 如果我们立着我们可以立着 但是他们会取消我们的居留许可 一名自称姓罗的员工告诉记者 其实总部员工早就发现 公司经营出现了异常 今年7月和8月 所有员工每个月都只发了2000元工资 到了9月 公司更是没有发出任何工资 但公司之前一直告诉员工 要同舟共计 所以他选择了相信公司 一直在讲融资 然后叫我们一直等 等到15号 那老师其实也都在相信 16号所有的老师就已经是要被告知 没有薪资发了 要去到就是去到总部 拿我们的欠薪证明以及离职证明 然后包括老师的社保 也突然就是被停掉了 那也突然被告知 10月份的工资没有了 事实上早在9月28日 就由北京的微博员工发举报信称 微博英语北京六个校区 都已经很久没有发工资 并表示以后各个门店都交回关店 落款署名 一个有良心的微博英语员工 正是这封举报信 掀开了微博英语 资金链断裂的第一道口子 微博英语主要通过 预付款的方式来收取学费 学员需要交费是3万到4万元 有的甚至是高达10多万元 由于预付的学费金额比较大 不少学员是通过贷款来交学费的 而在倒闭的消息传出之后 大批学员在申请退费 但是大多数不成功 打算学习英语的白领侯璐敏 花了38300元 报名了微博英语 当时选择办理了一个 为期24个月的招商银行分期贷款 他告诉记者 分期贷款流程很简单 只签了一份学员入学注册合同 打开APP 扫一个二维码 进入支付页面 就可以办理免息分期业务 他拿着我的手机在操作 也是刷了一下脸 完全的话就是 没有让我操作任何的一个东西 今天是刚把合同寄给我 是我在强烈要求 我需要用到这个合同的时候 才寄给我 我现在已经是没有在上班了 也就是说 我每个月还要去还这个贷款 2019年9月底开始 微博英语多家线下门店 出现关门潮 员工工资被拖欠 学员无处退款 同时背负着债务压力 大学生罗敏在深圳报名微博英语 学费总计36800元 他仅仅上了不到十节课 就遭遇尴尬境地 不仅无法上课 还要承担35000元的债务 刚开始我不知道 大学生不能贷款 我觉得他有一种 就是诱导我去贷款的一种可能性 现在实习工资 也一两千左右的样子 所以要去还这个贷款的话 是很难的 与微博英语合作的金融机构 有很多 广发银行 百度有钱花 京东树科 杜小满等等 微博英语工作人员表示 学员的学费 大多以分期贷款形式完成 很少有一次性付清的 贷款订单占比高达80% 这款项因为是我们银行 已经是把它全额付给了这个微博了 你的债务就是用这个微博 是转到了银行 那是要去进行一个还款的 银行只是提供金融服务 那么对于这个商家 所谓的服务产品等的系列 是该不负责的 律师表示 微博英语存在诱导学员申请贷款 以支付培训费的嫌疑 也就是学费贷 如果微博英语的相关工作人员 明知公司资金断裂 门店准备关闭 不可能再继续提供培训服务 但却在门店关闭前一段时间 忽悠学员交钱学习 然后卷钱跑路 这种情况下 相关人员涉嫌诈骗罪 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建议 他们就是在培训机构 没有办法提供培训服务的时候 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解除这个合同 退还剩余的这个学费 一旦是微博英语 他申请破产的话 那这个就他要进行一个清算 那么在清算过程当中 会就是在他的资产里面 会有一部分是这个破产财产 那么在他的破产财产当中 用他的破产财产 来对付他所有的 对外的这样一个债务 微博英语 一个看上去老牌 而且是靠谱的英语培训机构 近日是直接上演的 人去镂空的一幕 他跑路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马上来连线 在上海的财经频道 特约观察员许树泽 树泽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观察吧 英语你好 他们说2019年 捕获独角兽最多的机构 排名第一是红杉 第二是腾讯 第三是谁呢 说是警方 这按道理 培训机构 这不应该资金出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 预收款模式的生意 就是你服务还没提供 客户是先打钱进来的 类似这样的生意 还有高端的白酒 爆款的汽车 售楼处的房子 卖客的各种培训机构 健身房办卡的 卖会员的超市 都是这样 商品本身的毛利率 其实是不高的 怎么赚钱 赚的就是预收款 本质上是那批办了卡 冲了值 但是从来都不来的人 贡献了企业的利润 但这个问题 其实好解决的 作为用户 我们只要足够自律 你去的越多 你的平均成本是越低的 但是难的在于 如果公司拿着预售款跑了 它资金出问题了 这个比较麻烦 大家就问 你拿着钱干嘛了 你是不是去做金融 大家会知道 我们要跟大家 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搞金融 是不是一定比实业赚更多 绝对不是 长期来看金融的回报 完完全全来自于实业 比如说一门生意 它的回报 如果是资本的15% 长期来看金融 也应该赚15% 它一分不多 一分不会少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张主流的 一个回报率的图 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上 能够看到 这个理财大概是3% 经济能提供的 平均回报大概是8% 好一点的公司是15 如果有一个生意说 能赚到50% 赚到80% 那么这不是在赌运气 就是在玩旁事 所以说回来 我们看到 没有任何的公开信息 跟证据 能够证明这个公司 搞了金融 如果不是金融 有没有别的一些可能性 一般来讲 一个零售生意的发展模式 是这样的 赚钱 开店 开更多的钱 开更多的店 赚更多的钱 然后往复循环 滚这样的一个雪球 它不断开店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 承担巨额的高昂 线下成本 那个租金 是为了有客户进来 这个逻辑过去 经济好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 一切有点不一样了 比如说英语培训这个生意 现在少年英语培训 这个是很火的 因为它是个刚需 但是对成人英语培训 它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现在实体经济压力 比较大 赚钱的机会 没有那么多 成人学了英语 力竿见影的好处 没有看到 也没有因此 马上升职 加薪 都没看到 但是每年的学费 今年一万 明年两万 后年三万 它是因为线下的成本 租金跟人力 不断推升 一起上去的 所以一个理性的人 长期来看 他很难长期在里面 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 上面蛋糕上的奶油 是在减少的 但是分蛋糕的人 越来越多 这两年线上的英语培训火了 因为他们成本非常低 所以那些成本高昂的 线下的培训机构 他们的新电 没有流量 老电 收入下降 所以那些 有收入的20%的电 去养没有流量的80% 过去因为扩张留下的电 最后整个的体系 就变成了一个 资金的黑洞 所以如果我们最后 来总结一下 经济周期的规律 就是这样 你过去好的时候 是赚钱 但是当潮水 退去 流量消失 一切都变成了 巨额的成本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 运气赚来的钱 千万不要被实力 给亏掉了 跟大家共勉 盈盈 好 那么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 看来还是保存实力 为上策的 谢谢树泽 谢谢 新一轮冷空气 影响我国多地 新疆哈密营暴雪 百余车辆滞留 新豆减产价走低 部分农户吸售 行情难测 贸易商积极囤货 多项指标 达世界先进水平 03空降战车 填补我军 空降重装备空白 对公共健康 构成严重风险 韩国考虑 禁止液体电子烟 津巴布围 汉情严重 国家公园 饿死55头大象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天气的情况 未来三天 冷空气继续 东移南下 影响长江中下游 以北地区 预计23号到25号 新疆南疆盆地 西北地区 还有东北地区 华北黄淮 四川盆地等地的 部分地区 气温将会下降 4到8摄氏度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西北地区 东部 华北 东北地区 将先后出现 小到中雨 或者是雨加雪 而其中 内蒙古 黑龙江 等地的部分地区 是有大雪 或者是暴雪 受到这次 冷空气的影响 新疆大部分地区 迎来了雨雪 大风天气 气温下降 是非常的明显 比如说 新疆的哈密 在22号的下午 新疆哈密 是再次迎来了 暴雪的天气 造成哈密 托姆尔提山区的 省道303县 白石头路段的 100多辆车滞流 22号下午 新疆哈密 下起了大雪 省道303县 白石头路段 因为弯道多 坡度大 积雪厚 导致不少车辆 打滑 无法前行 这个雪一直在下 路上已经结冰 我们感觉心里很担心 很害怕 发现车走不了 现在目前山里还有一部分车辆 在流制 我们现在正在联系 这个养护部分 现在进行路面 进行清雪和撒盐 这样以后 我们尽快把滞留的车辆 引导出去 随着风雪越来越大 交警部门对道路 实行双向交通管制 并在进入山区道路的山口 设置劝返点 劝阻车辆进入 由于大多数车辆 都是外地车辆 这场天气 无疑让他们感到措手不及 交警及时送上 热水 方便面等食物 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同样 在穿越天山的国道 G217线 独山子至库车之间路段 也出现了多处 严重积雪的情况 其中 独库公路乌苏段 K581至K672公里路 积雪最为严重 最深处有近一米左右 当地交警部门决定 自22号起 对国道G217线独库公路 进行冬季道路封闭 好的 接下来继续 我们的2019丰收季系列报道 现在东北地区的大豆秋收 已经是接近了尾声 每年新的大豆收获的时候 价格的走势都决定着 农民和合作社的卖粮的进度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今年这样的收成和价格行情都如何呢 近日我们的记者前往了大豆主产去 黑龙江省嫩江市来进行了采访看一下 中了100多亩大豆的张成军 这些天正在收割家里最后的十几亩大豆 相比去年 他的心情低落了许多 因为今年夏季的连续降雨 让他减产不少 往年这个产量基本上一公顷 能达到5000多件 今年也就是3000多件 除了单产下降 这段时间的大豆价格 美金也比去年普遍下降了 大约一毛钱 今年和张成军情况相同的农民不在少数 在位置偏远的泥秋村 经纪人刘国华陆续在各家收粮 因为位置远运费高 这里的新豆价格更低 刘国华的收购也不顺利 这能多钱能卖啊 你咋得给一块六往上还能讲究 给不了 你能给一块五 过年看看等起价说再卖 因为单产和价格双双下降 现在卖就是赔钱 吕茂友同样选择了等待后市 租地得2000多钱的租金 在家投入2500 得4500多钱 一块七毛的钱 正好是能到本年 我先储存一段时间 看看有没有反弹的机会 村里走下来 想卖的村民并不多 刘国华的收购量 也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多 但也有部分农户即便亏钱也选择卖掉 主要是因为贷款压力和对后市价格的不确定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新豆单产下降 但今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 预计比去年增加约20% 因此总产量将持平或略增 在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后市价格提振有限 在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 虽然今年大豆单产少价格低 但是今年黑龙江省每亩255元的 大豆生产者补贴 也是将保证农民的基本的收益 而今年新的市场行情 也让大豆贸易商和加工企业 都改变了收购方式 我们继续来看 在黑龙江省嫩江市的 一个大豆收购仓库 一辆即将发往广东的集装箱 正在装货 做了5年大豆贸易的郑华力介绍 因为今年价格低且处于不稳定期 现在他们都是随采随卖 但对于后市 它今年第一次有了囤货的想法 预计就是在12月份 准备固存1万斤青大豆 可能我估计在来 20年的5、6月份 也就基本上就收空 后期可能粮员都要紧张 采购就要飞进 郑华力介绍 每年5、6月份新豆售完 国家领储都会进行乘粮拍卖 来增加市场供应 但今年无论是贸易商 还是加工企业 都预期明年的领储拍卖 可能会取消 因此为了保证后续订单和生产 大家纷纷增加了采购量 除了考虑市场供给 今年大豆蛋白含量 大多在40%以上 品质普遍高于往年 这也成为加工企业 提升油品 降低成本的首选 在毛油脱色的这个环节 我们就要用大量的白土 那像今年的呢 大豆都很交房交房的那种 白土我估计能少用一半 它对我们那个企业利润 也是一个正向的影响 而从市场供需来看 分析人士介绍 虽然陈粮供给预计减少 但据预测 2019到2020年度 国产大豆产量为1710万吨 种用压榨食用及工业等总需求 1730万吨 国内产量基本满足国内需求 再加上一部分进口大豆 国内食用大豆供需 仍处于偏宽松状态 从去年开始呢 黑龙江开始在绿色大豆上下功夫了 通过提升品质增加附加值 创造更大的效益 其中的办法之一呢 就是化肥减量 在九三农场 位于嫩江市的种植基地 一批新收割下来的大豆 正在入库 与以往不同 今年的大豆 在生长期全部通过有机肥 代替部分化肥的方式 进行了化肥减量 大豆种植9万亩 然后总共减少化肥投入 是30吨 因为咱们今年嘛 那个食用油脊肥 能够提高蛋白质 今年呢来看客商的比较多 而且每天都来个三拨四拨的 基本上每斤能达到一块七 同样抢手的 还有另外一家合作社的大豆 理事长管颜护 正在接待一个主动 前来买新大豆的 加工企业采购源 现在豆厂3750 还得说是好凉 不行 太低了 给你这块呢 能给到能给提二分年 在我们也是一个极大的限度了 聊下来采购源给的价格 能够高出市场同等量价的 两到三分钱 而他看重的就是去年管颜护的合作社 开始生产的绿色认证大豆 蛋白好从中子到种植 然后到农药化肥 它呢是我们这个全方面的监控 和我们采购比较放心 管颜护说这些厂家不仅给它带来了高价格 也开始让它改变了原来好豆差豆 甚至杂质一起卖的销售方式 开始注重提升产品附加值 上了一套设施 就是专门把这个大豆分流成这个精品的 大料小料都分开 瓣和杂质都分开 就分开销售这个 所以呢这个利润非常可观 效益的提高大致在这个30%左右 为了严厉打击非法垫捕鱼行为 保护干江的鱼业资源 江西省南昌新建区 日前是开展了联合执法 对停靠在干江下游 桥舍码头的非法捕鱼船 进行集中整治 来看报道 此次整治行动 执法人员共查处40多条 非法钓竿鱼船 拆除切割70多根捕捞钓竿 收脚烧毁20多幅渔网和上千米电线 在他们的渔船避风港 在那个渔船还没有离开码头的情况下 在那个船上进行检查 足够收脚那个违法的设备 以清除 据了解 这次整治行动 由过去的水上流动执法 变为岸上固定拆除 以往的水上执法 一些不法渔民采取 咒服夜出流动作案的方法 逃避打击 非法捕捞的案件时有发生 此次整治将执法关口前移 直接在渔船码头 拆除非法垫捕鱼的相关设备 使不法分子无网可用 无计可施 其实我们的节目呢 在不久前也关注了 长江流域非法垫捕鱼的情况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当时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10月10号晚上 根据环保志愿者提供的线索 记者从湖南省桃江县城驱车 顺洞庭湖之流滋江前行 刚过半夜 记者就发现了江面 有光点在闪烁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夜视仪的热成像功能 能够清楚地看到 对岸有电鱼船正在驶过 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 上面有这个电鱼的设备 记者看到 电捕鱼船以两艘为一组 一艘船承载发电机 电捕鱼者向江中投掷 两根带着电线的竹竿 而另一艘船则负责捕捞 他们非常警觉 当发现岸边有人接近 就立即关闭了灯光 我们现在就在江边上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点20分 正好是电捕鱼非常集中的一个时段 在我们200米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一艘正在座椅的电捕船 但是我们想要接近它的时候 它就马上把这个灯和发电机给关掉了 我们顺着上游继续望去 远处差不多一两公里的位置 还有两艘正在作业的电捕鱼的船 前面的电捕船 电捕鱼之后用这个鲁齿 也就是鱼鹰 用它把鱼捕捕上来 现在看到我们了 发现我们了 在守他们的鲁齿 非法电捕鱼者发现岸边有人后 立即将船藏到江中礁石后面 并时不时探出棺袜 这一幕都被记者记录下来 沿江而上 记者在不到两公里的江岸沿线 一共见到四组电捕鱼船 正在作业 非常密集 一个晚上一对船 可以打到几千斤鱼 我们这边当地的市场价格 你就算十块一斤 十元一斤的话 那也是好几万的 传统的捕鱼工具 现在一个晚上就几百块钱 能搞到几百块钱就不错了 在我国渔业法中 电捕鱼是明令禁止的捕鱼方式 电鱼工具 小到背包式电鱼设备 大到电鱼船 甚至还有大型电托网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反电鱼联盟提供的 这份地图显示 湖北的荆州建立县 湖南的益阳 岳阳 珠州等地 以及江西新干县等地 电捕鱼情况最为严重 针对部分地区 电鱼猖獗严重破坏 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问题 农业农村部日前 在长江流域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 打击电鱼专项执法行动 这次的行动是 对于电鱼的多发区域 高发时段 必要是开展助手检查 对查获的案件 依法从众处罚 严格查处于政管理中的失职独职行为 目前江西湖北湖南三省 非法电鱼整顿工作 也已经全面启动 我想很多朋友都还记得 在今年国庆70周年的阅兵式上 一款轻型两栖履带式步兵战车 简称03空降战车 是它的亮相 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也是第一款正式猎庄部队的 国产空降的步兵战车 那么这款我国从无到有的 03空降战车 是怎么研制和生产出来的 它的研制和开发 又经历了哪些艰难困苦呢 来看一下 03空降战车 体型小 重量轻 配备有世界先进的空投系统 同时具有空投空运 水路作战能力 彻底改变了中国空降兵 轻装散兵的形象 使中国空降兵敌后纵身突击 和火力打击能力 迅速跃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成为继美国俄罗斯等国之后 少数几个掌握重装空投技术的国家之一 它对维护亚洲安全和世界和平 起到重要作用 第一个 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台 这个铝合金的这种车辆 第二 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台空降车 因为我们国家在2000年之前 没有这种铝装甲的这种车辆 空降战车对于普通人而言 听起来似乎不太复杂 就是把一辆辆战车空投而已 但对于军工人来说 这却意味着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制造 要保证战车从几百米到上千米高空 安全着陆 不仅涉及到战车的行走系统 车身结构 也包括战车内部的传动装置 减震防震系统等重要零部件 都需要重新设计 研制 实验中 为了精准测量各种数据 科研人员在实验用的空降战车上 每个主要部位 关键点 都安装有压力传感器 每个点到处转压力传感器 为公司设计提供基础 比如说传动线的位置 冲击加速是多少 发动机的位置冲击加速是多少 砲塔 安装砲塔的位置冲击加速多少 那么坐人的地方冲击加速多少 都把它撤出来 这就给设计提供依据 空降战车主要是空降 也就是空中投放 其主要特点 就是在保证各项作战性能的基础上 还要强调重量星 体积小 所以空降战车瘦身减肥 成为又一大难点和攻坚目标 这个要用上很多的轻量化的一些技术 包括我们用的车体用的是铝合金的这种砖甲 除了对空降战车外部一些零部件减重外 科研人员还对战车内部一些重要装置和零部件 进行研制创新 像眼前这个传动装置已经使用十年以上 但它被拆开维修时 仍然可以看出它的质量可靠 加工工艺过硬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了 空降战车研发的同时 公司生产车间传动装置等机械设备 也在不断地升级换代 产品的检测方法也迈上了新的台阶 32岁的吴昌硕告诉记者 从本世纪初到现在 乡路机电集团为研发世界一流高性能战车 经历了几次大的技术改造和更新 从最初的普通机械加工 到数字显示设备 再到现在精度越来越高的 数控机床设备 今后他们设备更新的目标 将向人工智能化方向发展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设备来做的 现在将被提高了 数控设备普及了 然后我国内做的数控机床的精度 也越来越高了 逐渐能够满足我们在那里要求一些 技术更新带来的 不仅是加工精准度的大大提高 而且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很大提升 有些手工操作的 现在通过机械设备 效率大大的提高 以前五个人 十个人一天干的活 现在五个人 一个小时就可以干下来 从2000年立下到2003年研制定型 03空降战车 竟用三年时间就研制成功 它的正式列装 成为我国空降兵的又一利器 直接使我国的空降部队 越近世界第一梯队 03空降战车 主要用于远距离 大纵深空降作战 和快速部署应急机动作战 具有对敌坦克 装脚车 防御设施 有生力量和低空飞机的打击能力 是联合作战力量体系中的一把 尖导 随着研制的不断推进 新一代国产空降战车性能 将更加令人瞩目 韩国政府日前刚刚发布了 未来三年的 氢气基础设施 及加氢站建设方案 以推动氢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相关的话题 马上来联系 在首尔的财经频道 特别记者张小娟 小娟您好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在韩国加氢线的方面吗 现在推出的新方案 有什么样的新措施吗 好的 今年来氢燃料汽车 颇受韩国消费者欢迎 不过出于安全法规的限制 和民众对亲戚安全隐患的担忧 韩国加氢站建设迟缓 目前全国仅有31座 首尔市也只有3座 今天下午我们走访了 位于首尔市中心的一座加氢站 工作人员介绍说 由于每辆车的平均加氢 时间为8到10分钟 这座加氢站能力上限 也就是每小时为6到8辆车加氢 特别是 韩国出租车大多是在欢班前加氢 由于时间相对集中 所以排队时间比较长 另外很多司机们抱怨 都是专门开车一个多小时赶过来 车辆加满轻后 最多也就是跑两天左右 加氢的频率也比较高 那为了解决加氢站不足的现状呢 韩国政府昨天发布 氢气基础设施及加氢站建设方案 今后三年内韩国计划将在全国主要城市 和高速公路上建设310座加氢站 把加氢站的数量扩大到现在的10倍 确保司机在30分钟车程内就能找到加氢站 与此同时通过铺设输气管道 扩大液态氢运输等措施 力争把氢燃料价格在三年内降低25% 以上是我们在首尔的观察 主持人 好 谢谢小军的介绍 谢谢 好 接下来还是韩国的一条消息 今年以来有关这个电子盐有害的话题 是在不断地发酵 因为担忧对健康会产生影响 所以全球多个国家 都已经是下架了电子盐的产品 我们看到在23号 韩国卫生部门也建议 公众停止使用液体电子盐 并承诺将会加快研究 以决定是否全面禁售此类产品 韩国保健福祉部部长朴林厚 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国外出现与使用电子盐有关的 肺部损伤和死亡病例后 韩国国内也出现了疑似 肺部损伤病例的报告 他警告称 儿童 青少年 孕妇和患有肺病的人 绝对不要使用液体电子盐 不吸烟的人也不要使用液体电子盐 朴林厚还承诺 政府将加快研究 会在近期完成对液体电子盐的 有害物质分析 并尽快进行人体风险评估 为下架及禁售液体电子盐 做好科学基础 以便在明年上半年公布结果 随后 美国电子盐制造商 铸的韩国办事处 在一份声明中称 他们的产品没有有害物质 铸今年5月开始在韩国销售 随着电子盐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 全球多国从市场上撤下电子盐产品 并限制广告播出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本月15号 美国已报告与使用电子烟有关的 确诊和可能费病病例达1479例 至少33人死亡 好的 接下来再把事件转向智利 那么根据智利的官方消息 截至智利当地时间22号 由交通票价上涨所触发的暴力抗议活动 已经造成了15人死亡 另外还有2600人已经是被警方拘留 除此之外 智利主要城市的宵禁 是延长到了当地时间23号的早上5点 这也引起了圣地亚哥部分居民开始囤积日用品 从本月14号以来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现了 由于公交系统票价上涨而引发的抗议活动 18号抗议活动逐渐发展为 带暴力性质的示威游行 暴力分子在路上设置路障 部分巴士被他们焚毁 这些暴力活动破坏了整个城市的秩序 在圣地亚哥的街道上 到处是碎玻璃和石头 半道上还有正在燃烧的大火 为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 智利安全部队开始使用 催泪瓦斯和水柱冲散人群 当地时间22号 圣地亚哥市中心许多街道 都弥漫着催泪瓦斯的气味 抗议活动不断升级 19号智利总统皮涅拉在凌晨宣布 首都圣地亚哥进入紧急状态 并实施宵禁 22号智利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宵禁延续至23号 暴力活动和宵禁 打乱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因为担心骚乱 会造成生活用品短缺 有的圣地亚哥居民 开始囤积日常用品 22号皮涅拉在圣地亚哥总统府 发表讲话说 他缺乏足够的远见 未能预料到经济不平等 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他为此向全国人民道歉 非洲东南部内陆国 金巴布围的国家公园 目前是处于严重的超载状态 本该容纳15000头大象的公园 现在这里面住着大约是 5万3000头的大象 大象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了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 目前金巴布围正在遭受着 严重的干旱 旱情造成大规模的水资源 和粮食短缺 国家公园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 已经有55头大象被饿死了 野生动物管理局 一直在想办法 在钻一口深达400米的水井 为这些动物开发新的水源 好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 联播快讯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 自12月1号起 符合条件的外国人 由重庆 西安 宁波航空口岸 过境免签停留时间 延长至144小时 至此 全国共有20个城市 27个口岸 实施外国人过境144小时 免办签证政策 22号11时45分和23号50时11分 玉托2号巡视器 和嫦娥4号着陆器 分别成功自主唤醒 进入第11月昼工作期 继续进行科学探测工作 今天是港珠澳大桥 开通一周年 截至23号 超过1400万人次 经过港珠澳大桥 往来粤港澳三地 经大桥收费站总车流 突破150万车次 昨天清晨 北京海关机资局出动警力60余人 成功打击了一个集采购 运输 展览 销售为一体的 老夜车走私团伙 抓捕闲人5名 查封6个涉案库房 暂扣涉嫌走私进口的 二手车70余辆 暗值近3000万元 当地时间21号夜晚 意大利北部小镇 卡斯塔莱托多尔巴突降暴雨 引发当地河流决堤 到22号 整个小镇都陷入了一片泥沼 给当地居民的生活 造成严重影响 部分修建在低洼地带的建筑和住宅 都浸泡在泥沼里 23号 新西兰奥克兰市中心 在建天空城会展中心大火 已持续超过24小时 目前大火仍在燃烧 奥克兰市长表示 会展中心主场馆的大火 将影响2021年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准备工作 俄罗斯海军22号宣布 在北极地区发现 5个原本被冰川覆盖的新岛屿 据介绍 新发现的这些岛屿 原本被冰川覆盖 由于冰川融化 崩塌 以及天气变化等因素 它们重回人们的视野 从当地时间21号起 古巴公民和在古巴永久居留的外国人 可以向当地银行申请开设外汇账户 并申请银行卡 用来在国有特许商店 以美元购买部分商品 以此遏制国家外汇流失现象 美国媒体22号报道称 因为737 MAX系列客机风波持续发酵 美国波音公司负责商业航班业务的高管 凯文·麦克阿里·斯特将离开公司 这也将成为波音737 MAX发客机 致命空难发生后 波音离职的最高级别管理层人员 好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经济新型联播的微信公众号 和官方微博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资讯 还可以关注我们 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稍后请您收看央视财经评论 锁定财经频道 更多精彩期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